我們來這邊把一些就是 OneNote群組裡面可以用的 因為這邊好處就是它互動性比較多 所以我平常我是比較喜歡用這個群組的方式來上課 那如果準備教材當然我就在課程裡面 那像比如說大家都回答得不錯啊 我就可以把它勾起來看誰回答得不錯的 有沒有像這樣我就把它勾一勾 你覺得可以做什麼事情 可以獎勵一下啊對不對 幹得好有沒有給你一個讚 啊你們知道哪裡有讚在這裡 我自己先勾一個這個 來啊你來這邊 這裡右上角這裡看得到你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看到的你點下去就會看到老師在哪一個 任務的時候給你一個讚什麼時間給你的 上課也可以幾點不錯啊 那剛剛那些就是不管是好的或壞的 你都可以怎麼樣可以自己去設定 可以去設定這樣就稍微有一點的互動靈活一點嘛 也可以看幾分啊對不對 這都是其中一個方式那當然我們剛剛也有用過什麼 線上點名的啊隨機抽人的啊這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那另外呢其實你也可以順便看一下 我們在右手邊這裡有一些什麼 比較常用的檔案啊或是相關連結 你都可以從這邊設定 我在上面這裡可以設定 這是管理者才有你們目前看不到齁 你看我們剛剛的獎勵就在這邊有沒有 獎勵在上面這裡 所以呢如果你獎勵你要增加減少就自己增加 只是他目前有個小缺點就是每次都只有一分啦 哈哈哈哈 就是不管哪一個都是一分啦 所以他就沒有 欸可以十分喔喔 沒有沒有這個是 這個是十個人有得到一個讚的 哈哈哈哈 這邊是那個統計啦 我想說對啊 那另外呢我們剛剛講的檔案點下去 他可以直接從你的雲端硬碟抓你的檔案 我們剛剛是不是開中民意就跟各位介紹 OneNote有沒有什麼儲存工件 沒有 他主要儲存工件都是跟各位的雲端硬碟做結合 所以你比較大的檔案什麼事實上都放在那邊 那你也可以直接用複製的就其他的 以後你比較多的時候 你可以從其他的群組裡面直接複製過來 也不用每次都重找 好那連結也是一樣 你把你的超點點放進去就好了 就可以像這樣 那你如果萬一這個名稱 他沒有幫你抓好 你就可以自己改一下 調整順序這應該不用我講吧 對不對 這樣簡單啦齁 那也可以用複製的 所以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呢 讓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喔 你要做班級經營 或者我們講的社團經營 也可以像這種方式玩 那麼 預設的話呢 這個訊息 順便提一下 這個訊息 不是只有管理者可以用喔 一般的使用者也可以在這裡 留訊息 這樣大家都會收到 那如果你是有問題的 也可以怎麼樣 在下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回應 當然你要按讚我也不反對啦 哈哈 那你如果有問題可以在這邊回應 或者是在教材裡面也有個回應喔 你看這裡有沒有回應 你如果是這個教材有問題 這個任務有問題 你就在這邊回應也可以 這樣子 管理者也會收到 他就知道說有人有問題 有人有問題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目前來講 在那個OneNote裡面 主要用到 當然 因為資料多了 可不可以用搜尋的 可以 他雖然沒有支援全文檢索 但是呢 你透過標題啦 或是他的那個次標題 的部分 你也可以做一些 所謂的那個檢索的功能 這樣有沒有問題呢 沒有對不對 好